要不我们搬到一起住吧 什么 你刚刚说 搬去你家 是啊 我不可能天天带瑞瑞去店里 你的工作正好不用做搬 我上班的时候你帮我带瑞瑞 不是正好吗 那个 你要是工作忙呢 你可以把瑞瑞送去我家呀 不用非搬去你家吧 我想过了 一天两天倒是没什么问题 可是我爸天天这样 孩子会觉得咱们俩都不想带她 我不想瑞瑞觉得自己是个累赘 被我们当皮球一样 踢来踢去的 你考虑考虑 保持保住 而且你来的话 瑞瑞会很开心 我 想想 妈妈 我想不了 我答应了 怎么还不来 不会是后悔了吧 小姨又想干爸 不知道是信任还是不信 干爸就是看看这个玻璃脏不脏 可能得找人来擦擦 那小姨来了吗 没有 小姨来了吗 你要出去啊 跟爸去店里 对 我要去店里 那你去吧 我路上堵车了 芮芮我来带就行 不差这两分钟 先进来 好 走吧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厨房 客厅 往里走的第一个房间 就是书房你随便用 底下那两个房间 这边是芮芮的 这边是我的 这个房间是你的 谢谢 芮芮 干爸要去上班了 你自己在家 要好好听小姨的话 听见没有 好 太好了 小姨和干爸住在一起了 是是是 是 住在一起 有这边吗 那 我上班一下啊 上班再见 嗯 各位拜拜 约约 约约 你房间不会也这样吧 嗯 也是黑白灰 纯约这个人也太无趣了 小姨给这里准备了份礼物 想不想想看 这什么礼物啊 想 大功告成 大功告成 小姨 对 瑞瑞的都都饿了 那瑞瑞的都都今天想吃什么呢 鸡蛋羹 若瑞喜欢小姨做的鸡蛋羹吗 超喜欢 走 给你做鸡蛋羹 走 给你做鸡蛋羹 走 做鸡蛋羹 老大 我给你看个东西啊 这是新开的甜品店 Sweet 离咱们家就只有一条街的距离 这不是好事吗 好事 全国著名的甜品店 都跑到我们这儿来 跟我们抢客源 那不正说明我们做的成功吗 嗯 也是 咱们店已经成为这一片的地标了 也难怪他们眼红 不过 这话说回来 强龙难押地头蛇嘛 别心敌 也别慌 按照我们自己的节奏来 嗯 明白 一致传媒的王总 让我亲自把花交给程总 我听了您的吩咐 将所有送给程总的花 都给拦了下来 嗯 不错 程总在办公室吗 他正和广告部开会呢 这会儿估计差不多该结束了 行了 哎 杨哥 加油 庆祝上线第一天 就打破公司的记录 遇住以后 再创新高啊 谢谢啊 不过下回 在玩借花献佛这招的时候 记得把东西收拾干净 小说了小说了 不过 看在我这次取得一点点 小成绩的份上 还请程总原谅我 这一点你来公司干嘛 来找你约会啊 一起吃饭 吃饭 别忘了啊 我现在是公司的头牌 所以 盛总要不要考虑一下 行 咱们庆祝 烛光晚餐 美女 我有没有这个荣幸 再正式地邀请你喝一杯酒 好 这一次的拍摄效果很不错 还得多些承走 我听他们说前两天瑞瑞病了 现在怎么样 瑞瑞啊 瑞瑞挺好的 我弟和江思涵呢 说起这个 江思涵据说已经正式入住沉沐家了 说是为了照顾瑞瑞 但是我觉得 这个事情好像没那么简单 我估计 他们现在正在享受一家三口的天文之乐 你对那点病啊 估计也没什么事 所以你这个做姐姐的 那是不是也该考虑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了 你觉得我怎么样 我弟和江思涵是挺配的 不过 我还是有点担心 别想那些没用的了 专注我们的约会好吗 行 想好时间了吗 我让小双加进我行程里 行程 不是 我们的约会对你来说就是个行程 不然呢 承昱 我在追求你 谢谢 我们俩不合适 合不合适 你说了可不算 你干嘛 我要把你这狠心的女人 给卖了 老大 老大 我刚可看见了啊 这是不是新品 我先 不是给你的 不是 帮我关店 同学们 下班了 老大 来 看啥呢 老大是急着去哪儿啊 下班啊 回家 不是吧 咱们开店这么久 是我第一次看老大整点下班 老大 你看见老大刚刚手里的甜品了吗 我刚刚呢 想要常来着 他居然不让 你说这老大都多久没有研发新品了 这事肯定有梦里 老大走得这么着急忙慌的 肯定是要约会去吧 别瞎说啊 我感觉老大是担心瑞瑞 没看老大今天自己来上班 没带瑞瑞 对吧 这有了孩子就是不一样啊 老大这种工作狂魔 都能变成绝世奶爸 对瑞瑞真好 你学着点 叫爸爸 我也对你好 孙献宁 行了啊 行了行了行了 你们呢 要是想早点下班 就早点把活都给干了 一会儿上我家 我给你们弄好吃的 行不行啊 你说的好 那说好了啊 来吧 忙活起来 快干吧 快干吧 宁哥 我给你买了个东西啊 记得去拿 什么东西啊 什么东西 带娃神器 西瓜 嫂子呢 出差了 哎 我跟你们几个说个事啊 前两天 我和锦阳哥 八卦了一下 之前来咱们店里 采访老大的 那个江思涵 居然是瑞瑞的小姨 哎 白哥 我以为多大的卦呢 就这了 我看也未必吧 白哥切这卦啊 就挺大 哈哈 哈哈 就是啊 经我出手的瓜 怎么可能那么简单 还有吗 你看 别买关子 赶紧说 据说啊 老大已经和瑞瑞的小姨 同居了 嗯 而且还是老大先动的手 哇 老大牛啊 老大牛啊 看来 我也得向老大学习啊 你啊 你没必要 哎 兄弟们 还有还有还有 前两天我看到江思涵 给老大写的文章了 那叫一个甜蜜 你羡慕 我 我才没有呢 我就是觉得这事不简单 哎 宁哥 你不像吗 行了 吃瓜出啊 好 你回来了 你回来了 这还是我家吗 你不喜欢啊 没有 就是不太习惯 江爸 你这样容易请到媳妇 这是什么呀 哦 这个啊 这个是周明寄过来的看娃神器 好像是个摄像头 装吧 装呗 哇 是甜品 店里剩的 我怕浪费就顺便拿回来 想一起帮你把它打开 哇 好漂亮呀 之前在你店里没见过呀 这是我最近才研制的 还没研制完呢 呢 味道好特别啊 两个甜头 香脆可口 跳跳糖的味道很跳远 还有浪漫的巧克力 感觉像是两个久别重逢的人 因为再次相遇 而欣喜无比 这个甜品还没有名字 要不然你给它洗个吧 那不如就叫 遇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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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说好的不拖鞋吗 我是不是跟你想象中的很不一样 我跟你说了吧 我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完美 这是今天晚上的你之后 我发现 我更喜欢你了 美女 一起跳一支舞吗 你怎么这么固执呀 我就当你这是夸奖 我跟你说 要不是因为 你年纪太小 我可能就真的答应你了 陈屿 陈屿 有的时候 年纪 不是问题 在我这里是 所以我们两个是不可能的 我最后再问你一遍 我会不想象将的 第一次唱一支舞 我会有 상us 准备 你怎么这么一个 我总的 可以 你怎么这么漂亮 我那边也能够 我怎么那么它 你怎么那么以赞 我那么带了 你怎么那么じゃ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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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监督你收拾浴室 你不准偷懒啊 你要监督 洗澡 这斯威特马上就要开业了 老大怎么一点都不紧张 老大现在是情场得意 天品开发有如神柱 斯威特根本不在话下 我也这么觉得 对啊 斯威特毕竟是连锁甜品店 流水线和精品店 那还是有区别的业 只要老大一出手 那绝对打败 白哥 白哥 放心 那倒也是啊 对了 白哥 你什么时候结婚啊 这结婚不得先有房子吗 他着急催分子家了 您高 一语中递 行啊 来来来 赶紧把你们的分子钱 都给我交出来啊 天色渐腕 来首歌吧 猜猜是哪一首呢 来 三 二 一 至少 然我的信息 不曾分不密切 人等再见你 纵然再见不到你 一下门就拾了 撑着月亮周际 去另一个新球 两次那么旅行 穿过时光缝隐 不及谁有风雨 背后这过 悄悄去 相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公约成立 咱们是不是有点仪式感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